歡迎大家來到 Science Channel的視頻 今次我們會講的是 Rethinking Science Education 其實就是講講一些書 就是一些書評 這裡就講了 If our goal is to increase the scientific history and trust science We may need to reimagine science curriculum 其實都講得很白了 如果你的目標是嘗試推出科學的閱讀能力 以及令到民眾會相信科學的話 其實我們需要去重新思考 看看科學的課程發展應該是怎樣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好像對於 General Science Education 即是中學的 其實不是很清楚目標是甚麼 於是著作家John寫了一本書 就是 Why We Teach Science 嘗試他就講了 其實那個目標應該定了成為 大部分的學生是有能力成為了一個 可以看得到科學的門外科 由於他的目標是在美國 可能跟香港有少許差異 但其實都有其參考性 他就問了三個問題 就是 What We Say What We Do And What We Need 就是究竟我們對這件科學習說了甚麼 於是我們怎樣做到科學學習 以及其實我們怎樣需要去改變它 第一件事就是說 為何我們會覺得科學很重要 因為其實就算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大家的想法也是一樣的 科教興國就可以改變得到高級的文化 鼓勵得到同學會有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另外這裡有個字叫 refrain 其實就是整個副歌即是不同重複的東西 其實都是牽涉到一個國家安全的利益 所以我們就很想去推動到整個科學的發展 因為這樣對於競爭力有正面的幫助 於是他就繼續說下去 其實就原來我們好像在說的東西 和我們真的做的東西好像不是很一致 你記得到用紫色其實就是在文化上 他做的一個轉折 也做得很好的 他就說其實在現在的那些 美國的學校裏面 其實是太過模糊了 於是他就將科學徵漏成為一堆的一些事實 其實香港也有近似的情況 於是導致得到對於學生來講 其實就找不到他們 對科學習和他們未來工作的關係 或者每一天生活的時候的關係 令到學生在學習科學的時候就弱很多 於是他就說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他就發現很多時候所謂的科學教育的改革 其實很多都不是很成功的 這個也是有其中的科學的研究助成 於是可以去到What we need 其實就說得到 其實我們應該是 就是將那個想法收窄一點點 就是收窄成為什麽呢 就是建立一個公眾信任科學 作為我們的主要目標 於是就加強專家的影響力 但是在這篇文章裏面也寫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經常除了講正面之外 也要說過負面的 在這篇文章寫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本書其實有些東西 missing了 其實就是究竟對於科學家 和未來的一些創業者來説 或是創業者來説 其實需要一些什麽的東西呢 其實他這篇文章有沒有提及 也都沒有什麽提及到的 其實怎樣去說那些 topic 就是可能會有機會影響得到 那個公眾信任的 例如我們會有一些的 replication crisis 或者可能是那個 實驗上面我們會有失敗的 這些都是會影響得到大家對於人的信任的 但是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科學的事實呢 在這篇文章裏面也沒有提及的 但是不影響我們其實怎樣去想 其實作為一個科學教育裏面的定位會在哪裏 我們看看其實我會把它總結成為什麽部份 那我就會覺得 It introduced the book why we teach science The book with a UF focu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What we say, what we do, what we need The book author John Rutherford I believe that the problem was science became a list of facts and science showed limited language with students' future jobs and daily decision making 這個其實都很近似於香港遇到的困難 同學都會問我其實和未來工作有什麽關係 或者和每日生活有什麽關係 都是很容易很常見的問題 So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As a science teacher, I am in line with the author I emphasis the linkage between concepts and daily life 那我自己就很集中 想講一下其實科學的概念 其實和生活中間的關係是什麽 以至於其實科學本身和生活的關係是什麽 I am impressed by the critics but It is because the comment can only be made after forward consideration It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est The person who identified the problem should provide the solution If you are paid for that However, it is tricky to define the line 那我自己覺得他寫的批評那一部分 即是本書裡面缺乏的那部分 寫得非常之好 因爲其實他真的要想一下 其實本書就存在了 那其實他還欠什麽呢 那我覺得其實欠的那一件事 其實和我經常都會說的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找問題的人 就不應該要找個方法的 不過如果你是給了錢的話 你就應該找到問題同一時間提供答案 不過你就要很tricky 即其實都很狡猾去定義其實那條線在哪裏畫的 即是究竟你那個payment裡面 是包不包提供那個solution 那這個也是我很多時候上班都經常記掛著的一件事來的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Sometimes it takes more parties Such as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get the jobs done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think about the purpose and directed to fund their passions 那我自己覺得 當然我自己作為科學老師 當然想科學教育是成功的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 除了我們想一下科學教育怎樣去改變之外 其實都要想一下 其實家長或者同學的本身的心態上面 其實是應該是怎樣去調節的 因爲其實紅學應該是獲得鼓勵去找一下 他們自己的學習目標 和他們找得到自己的熱情所在 其實如果他們找得到這兩個東西的話 我相信對於他們的學習 無論是科學學習或者其他學習都好 都定必是事半功倍的 那這次的分享暫時就到這裏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見